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 第3300集 你或许还有救 没了智肘之后 老板娘再无保留 晴天怒火之下 这一处秘境根本支撑不住 破碎开来只是早晚的事 快来帮忙 迄今怒吼 月和文言这才回过神来 深深的凝视扬开一眼 急速朝战场冲去 下一瞬 轰隆隆的声响不绝于耳 天地间能量防暴 世界伟力悠然跌宕 四道身影在这天地间 争斗不休 这所扬帝 毕竟只是一处秘境 如何能承受得了 四位中品开天的战斗冲击 更何况老板娘杀念滔天之下 出手毫无保留 短短片刻内 索阳帝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混乱的空间法则 在整个秘境游离 如此战局 杨开根本插不上手 虽忧心老板娘的状态 可此时此刻 他所能做的极其有限 王口中塞了一把灵灯 急速冲到老白身边 望着老白 杨开嘴巴如动了一下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与老白虽然认识不久 但彼此脾气相投 算得上是他来者乾坤之外 一个正儿八经相处的朋友 本以为这一次老白会一飞冲天 功成名就 谁知关键时刻被打落身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了 老白凄凉一笑 虽依然在勉励维持 自身体内力量的平衡 但那阴阳五星之力 又岂是那么容易安抚的 在他体内横冲直撞 彼此相生相克 让老白整个人的毛孔 都鲜血渗出 看起来凄惨至极 会有什么后果 杨开舔了舔干涩的嘴唇 开口问道 轻则无道尽毁 重则魂飞魄散 老白解除一丝笑容 不管怎样 我以后怕是不能 再服侍老板娘了 别想那么多 老白色声道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清楚 两人说话间 轰隆隆的声响传出 大地摇晃起来 这秘境终究无法再承受 四位中品开天的出手 彻底分崩离析了 秘境破碎之时 混乱的空间之力 四面八方袭来 若是一般的帝尊境 这个时候 除了随波逐流之外 再无他法 但随波逐流 也只能是被卷入 虚空裂缝的命运 好在杨开精通空间法则 催动法则之力 护持己身和老白 从那混乱的虚空之中顿出 抬头望去 老板娘与契金等人 也从秘境中冲突出来 老板娘美眸担忧地 朝这边望了一眼 看到杨开和老白 毫发无伤 这才放下心来 那契金却是脸色难看 肉疼得心里滴血 这索阳帝可是他 金鸿州的一处密地 杨沙之类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依托这索阳帝 金鸿州日后未必 不能有大作为 可今日一战 却是彻底被毁 让他如何不心痛 但此时也无视心痛 这索阳帝的时候 如何平息 那拦忧弱的滔天之怒 才是他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好在这一次 并非只有他们几个人来寻仇 否则还真的有些麻烦 当其吐气开声 抱贺道 海长老 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话落之时 一道剑光摇摇展来 那剑光毗炼 此连星辰在前 都能一剑崩碎 谁也没想到 契金等人居然还有帮手 而且从来人这出手的威势看 其实力比起契金 只强不弱 老板娘也没想到 一时不察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虽然抖起软鞭 加以低等 可那剑光依然破开边影 站在那娇弱的身躯上 鲜血飙飞 老板娘身形暴退 只退出千丈之外 才堪堪稳住 抬眼望去 只见那虚空之中 一人漫步而来 手提一饼 湛蓝长剑 剑意冲天 海平乐 老板娘凝视来人 眉眸微缩 另一边 老白也是脸色大变 糟了 他居然也来了 杨开不知 这海平乐是谁 只知道 这是一位六品开天 暗暗咫舍不已 老板娘到底做了 什么天怒人怨之事 居然有这么多仇假 老白苦笑一声 之前你遇到的那个海公子 是这海平乐的嫡孙 杨开恶然 没想到居然牵扯到那海公子身上去了 这才明白那海公子为何一副把虎嚣张 目中无人的姿态 原来有这样强大的背景 可是当日虽与那海公子在兴事中起冲突 但彼此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后来那海公子被大战天的人鞭罚 彼此间也不算有深仇大怨吧 这海平乐此时落井下石是什么意思 老白似乎明白他心中所想 沉生道 那海公子死了 老板娘傻的 什么 杨开大惊 老白道 老板娘最是互断 他仗势欺人 连累你受了鞭刑 老板娘又怎会放过他 在兴事之外将他斩了 杨开听得一阵恍惚 虽然很讨厌海公子那人 更被他连累抽了两气龙崖鞭 现在再想起来 后背隐隐发疼 但说实话 那毕竟只是一些小冲突 不算什么生死之仇 事情过去 杨开也忘得差不多了 谁知老板娘居然把人家给杀了 老白黑黑道 若是我和厨子帐房等人遇到这事 老板娘还不一定会这般大动尴尬 但是你不一样 我 我怎么了 老白深深地凝视他 好半场才重重地叹了口气 反正你记住 老板娘很看重你 你对老板娘也很重要 杨开不解地望着他 老白低头苦笑 有些事实在没法说 毕竟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两人说话之时 虚空战局再起 海平乐强势入场 一柄长剑剑光四溢 老板娘之前本就身受重伤 应付契金等人还没什么问题 多了一个海平乐 立刻捉进剑肘 不过凭老板娘的本事 纵然以一敌多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生命之忧 杨开也没工夫去问老白什么了 抬头望着战场处 一脸担忧 他也不知道 在这种局面下 老板娘能不能转回回安 激战之余 老板娘扭头朝这边看了一眼 四目对视 杨开清楚地看到 他眼中的歉意和流泪 转过头 软边抖开 裹着激战众人 将战场拉向远方 他显然是不想让战斗的余波 波及到杨开和老白两人 可强行以一击之力 牵引四个敌人挪移战场 让那本就不妙的局势越发危机 迄今等人就像是 闻到了腥味的鲨鱼一样 咬着老板娘不放 对杨开和老白也没有多加理会 毕竟在几人看来 老白净生失败 不死也费 无需多加关注 杨开区区一个地尊镜 也翻不出什么浪花 这一战只要能了结掉 老板娘便是胜利 十几个呼吸之间 众人渐行渐远 很快不见了踪影 老白蛙的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一把抓住杨开的胳膊 走 赶紧回兴市 回第一站 跟厨子说 让东家出面 否则老板娘凶多吉少 第一站的东家 杨开也是曾经见过 乃是一位上品开天 那金屋尸体 最后便落入他的手中 若是他能出面 事情就好办了 杨开拳头紧握 你怎么办 他若走 老白便是死 也没人收尸了 可这个时候 他也不敢妄动老白 更何况 此地距离第一站 何其遥远 等他赶回第一站 报训 只怕大绝已定 什么都晚了 不用管我 你快走 老白猛地 推了他一把 牵动自身契机 胀口又是一盆 鲜血喷出 杨开大惊 连忙上前 手忙脚乱地 从空间界中 取出一大堆灵丹 往他口中塞去 没用的 老白苦笑 不镇压我体内的 阴阳五行之力 什么灵丹都没用 却见杨开忽然 动作顿住 眼睛瞪圆 似是发现了 什么惊奇的东西 老白弄骂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跟我在这里 纠缠不休 你赶紧回第一站 若不是状态不行 恨不得现在 把杨开踹走 杨开却是两眼放光地望着他 老白 你或许还有救 放屁 老白怒吓 他眼下这种情况 莫说杨开 就算是一个上品开天 站在这里 也无力回天 杨开一个地尊敬 能干什么呀 死马当活马医了 若是失败了 你也别埋怨我 若是能成 回头请我吃酒 杨开说话间 取出一个玉瓶来 解开瓶盖 捏开老白的嘴 将瓶中之物 倒了进去 老白猝不及防 将那一瓶之物 吞入腹中 还没来得及 多问些什么 便忽然神色一正 瞪眼望着杨开 一脸的震惊莫名 怎样 杨开也紧张地望着他 好半生 老白才忽然眼前一亮 像是想明白了什么 尸声惊呼 天地原液 到底有没有用啊 杨开恨不得踹他一脚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跟自己纠缠这些 有的没的 还有没有 老白咋咋嘴 一脸意犹未尽的神色 有 杨开不多说 再取出一瓶天地原液 倒进他的嘴中 老白胡愣入腹 猛地深吸一口气 一双指甲的颓然 沮丧 意气风发道 颓远谢 且看我老白今日 尽声开天 问大道 杨开果断退走 只飞出百里之外 这才停下步伐 远远望起 只见那边老白 盘膝坐在虚空之中 双手结印 虽远隔了百里距离 但杨开依然能清楚地感觉到 老白身上那紊乱的力量 正在迅速平复 一股玄妙的气息 慢慢跌宕 还真有用 杨开健壮 提着的心 也不由放了下来 他也是临时起义 想起给老白服用点天地原液 并不知道具体的效果如何 天地原液这东西 是他从虚天殿所在的那天地秘境中带出来的 乃是天地出城才能诞生的灵液 当时他收集了很多天地原液 只不过一直都没怎么用过 道士听人说过 铁血大地之所以要比其他的大地战类强些 就是因为曾经在虚天殿中服用过天地原液 他自己也曾经服用过 那灵液入腹 效用化开时 在浑浑噩噩中开天辟地的感觉 记忆犹新 老白如今的状况 无外是阴阳五行之力紊乱 体内出城的小乾坤世界不混 杨开就想着这天地原液 或许有些作用 如今看来何止有些作用 简直正是对症下腰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紊乱的气息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阴阳五行之力的相生相克 一丝丝世界为力自老白体内弥漫而出 神念感知之下 那边似有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诞生 杨开心头振奋 目光一瞬不移 虽说他距离晋升开天 还不知要猴年马月 但有了此番观摩的经历 日后晋升时 也会多出许多应对的经验 哼 沉闷的声响自百里外传来 老白的体内竟传出 红中大铝般的震机声 随着声音的蔓延 一圈震波以其为中心扩散开来 震波荡漾时 老白的气息陡然深邃 凝炼一分 哼哼哼 震波不断扩散 老白的气息节节攀升 再无那种混乱的感觉 背后更是慢慢浮现出一个 模糊的虚影 最开始的时候 那虚影还不甚清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虚影逐渐凝实了 阳开放眼望去 不由感到惊奇 只因那虚影赫然就是第一战 入目所见 似是重返了第一战中 这应该就是老白的小乾坤世界了 阳开心头恍然 迄今为止 他真正见识过的属于 开天境的小乾坤世界 只有一个 西角地的火灵地 护地尊者断海的小乾坤世界 当初被万劫虫吞噬 与张若曦分开之后 被断海引进那世界之中 那里是一片大海 海中孤岛旋利 如此看来 每个舞者的小玄界世界 都是不一样的 老白是第一战的火鸡 第一战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是以静生开天凝炼出来的 小乾坤世界 便是以第一战为模型 杨开心有所悟 老白那边已经趋于贫困 静生开天不过时间早晚 杨开本身也受伤不轻 索性喊息而作 调戏疗伤 日子一天天过去 那边世界伟丽的气息愈发浓郁 渐渐地 那虚无缥缈的小乾坤世界 凝视下来 一股惊人的威势忽然从老白身上 弥漫而出 乾坤之中老白睁眼 虚空声电 仰天长笑 那笑声滚滚 震动就消 小乾坤世界一闪而逝 没入老白的体内 消失不见 紧接着杨开眼前一道身影闪过 老白已跨过百里之巨 出现在他面前 咧嘴笑望着他 恭喜的话先不要说了 回头请你吃酒 过去多久了 七八天了吧 杨开回答 在这虚空之中 也没办法仔细计算时间 但从老白吞下天地原液到现在 差不多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让杨开略干庆幸的是 这么些天下来 父亲也没有强者路过 否则非得惊动他们不可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五八亚居 更多精 我心生出牵挂 共吹演绎着掌金格铁马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我心生出牵挂